鱼翅有蟑螂 厨师判免赔 今天我东西出去的时候 没有发现到蟑螂 而且经过很多环节 有人打汤 有服务生在关 那发现蟑螂不会是我问题 而且你本身公司里面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蟑螂 防不胜防 这名30岁男子林军浩 讲起遭饭店求偿的过程 人愤愤不平 去年11月 他在台中桥园饭店担任厨师 饭店举办订婚宴后 却遭客诉 鱼翅里面有蟑螂 鲍鱼腥味过重等 饭店同意退费6万元 和客人和解 却要求领班赔1万 厨师和打菜的员工各赔5000 他去年11月底离职 并向劳工局申诉 桥园今年3月 却繁止他督导不周 造成赔偿和商与损失 求偿16万 他坚称当天只负责鱼翅的汤汁 有蟑螂与他无关 繁止饭店以各种名义扣心 甚至抓老鼠竞赛 最后一名也得扣钱 台中地院审理后认定 客诉内容 有可能是整个晚宴团队 提供的服务有舒适 无法认定与他有关 判桥园败诉 对我来说是桥园报复 他薪水不给我 我有口罗上跟他们讲过 不然我就要去劳工女申诉 他们说如果我去劳工女申诉的话 他们就要对我提告求偿 邻居号表示 因桥园短报加班时数 又积欠薪水和加班费 两万多元 向劳工局申诉 拆遭下院报复求偿 而他至今仍遭扣两万多元 辛苦的工作 加班被你给我 然后客人对公司的客诉 你却要员工去负责 这些客诉的求偿 这样子我们 欣欣付赚的钱 是不是都没了 对此桥园回应 林军浩负责当天宴会菜色 出品的制作及监督 必须对客诉负责 而他因矿质迟到 造成公司损失 才不发奖金 并非扣薪 饭店将研究是否上诉 桥园并说饭店有外包 清洁公司做消毒 举办面鼠竞赛 只是为了让厨房更干净 台中劳工局强调 扣薪部分已对桥园财阀 民厨阿基斯表示 业者应投保卫生安全鞋 负全部责任 而不是推到厨师身上 至于抓老鼠竞赛 根本违反卫生控管 因委外由清洁公司处理 三天小消毒 五天大消毒 否则不可能做得好 动新闻台中报道